神的道 说听信仰百网箱节目的听众朋友好 我是陈亚芳向你报道 我也向你报道了 我就是宋天恩 宋大哥好 亚芳姊妹你好 金姊妹好 那这最近呢 我们讲的是主再来的这个话题 是的 这都是信徒一直盼望的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世界呢 上回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 实在是不可爱到极点了 是 那我们所谈的这个主题呢 也是根据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 启示录所谈的 对 那么上回我们的话题呢 是讲到那个敌基督 就是大罪人 在圣经当中 哪里告诉我们最清楚呢 我们可以参考提撒罗里加后书 第二章 上回我们讲的 第三第四节里面讲的说 人不知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必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 他是抵挡主 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里 自称是神 是 从这段经文呢 就知道那个大罪人 他有多么的坏 那么接着呢 我们也看了一段经文 就是在 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 第六到第七节里面 记载的 这段经文呢 是说 为什么大罪人 这个敌基督的 还不能够 为所欲为呢 是因为有圣灵 在阻挡他 不准他做 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 记载就是 帖撒罗尼加后书 第二章 第六到第七节说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拦阻他的是什么 是叫他到了的时候 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步伐的隐移 已经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看嘛 弟兄姊妹听的朋友 在这里告诉我们 幕后 这是敌基督 反基督 迫害基督徒的 会逐渐的迎举 他们的势力 但是那拦阻的 就是圣灵会拦阻 他们的这个邪恶的势力 但是弟兄姊妹啊 圣经说 当那拦阻的被除去之后 神容许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凡是不想爱真理的人 神会让他们发生一种 错误的心 这些人要随从那些 大罪人的恶行恶言 到这个时候 咱们人类社会 也要堕落的一个 前所未有的地步 我觉得会很恐怖 是非常恐怖 不过在这儿 宋大哥 我有一个疑问 神为什么会容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我想每个信徒 都会心里面想 既然有这个 那拦阻的 这样的那么好的机会 为什么神 不拦阻到底 应该拦阻到底 是啊 但是神确实 有神的想法 是 因为神就是 借着这惨痛的经验 叫所有的人 都知道自己的本性 多么的自私 多么的丑恶 叫人认识到 只有基督 才是真正的主 能拯救我们到底的 是 那个时候 那个大罪人 就是拦阻的除去了 不挡着他了吗 大罪人就会做世界的王 暂时的 并且要在末后的七年之初 跟以色列立约 那这七年呢 就发生很悲惨的事情了 七年之约之初 跟以色列立约 但是过了三年半之后呢 这个所谓世界的王啊 就是那些敌基督呢 就反脸不认人了 撕毁跟以色列所立的约 到那个时候呢 就露出他的本相 他的真面目 因为他要称呼自己是神了 他要真正亵渎神 亵渎耶路撒冷的圣殿 禁止人去敬拜神呢 还要践踏巴勒斯坦全帝 敌基督自称为神 还叫人要去敬拜他 并且呢 会迫害那些 仍然向耶稣基督 尽忠的人 是的 那些敌基督 会靠着魔鬼撒旦的力量 大显他的异能 大显他的奇迹 来渲染他的妄 忘形他的作为 用这些东西来蒙蔽人心 这种所谓超然的 歧视异能啊 很可能在整个地球的范围里面 通过一些方法 现在很多人都在讲的 譬如说 用这个大众媒体 电视 去把它播放出来 就要成千上万的人 都会因为 对神的真理 没有完全的尾声 也不爱神的话语 就被这位显然 大有异能的领袖 哇他真有本事啊 好像大有能力了 就被他吸引住了 被他蒙骗住 并且呢 是乖乖的愿意信好他了 这就是人的软弱 人看见的容易相信 但是所看见的 是真的是假 弟兄姊妹 幕后咱们可真的提高警觉 要小心分辨 哪是真正的神迹 哪是一种所谓 这异能跟骑士 实不属于从神而来的 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如果是靠着圣灵的引导帮助 就使我们能够建立真正的信心 而且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 也能够靠圣灵的引导 引人归主 是的 可是 有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宋大哥你刚才讲的对 我们一定要分辨的清楚 有一些异能 到底是来自魔鬼撒旦呢 还是真正这是神迹呢 对 这个一定要靠神的灵来带领了 其实圣经里面一早就提醒 他们信徒要分辨真正的灵 是不是 是的 对了 基督的神迹最大的利益呢 不止于在他的能力 而且在他的实行神迹的目的 是 那是要拯救人 帮助人 医治人 引人归向神吗 是的 带我们到天父的面前 其实我告诉你啊 在这末世的时候 沉沦之子 大罪人 敌基督 那个大恶人呢 他也有能力 去施行一些个异能的 是的 不过他的能力 是来自于撒旦 魔鬼 对啊 他会用这个能力呢 进行一些个 表面看起来很好 其实是破坏的工作 是 目的是要人离弃神 呃 归向他 对 完全跟基督的神迹的意义相反的 嗯 所以呢 听用则妹 如果有人 自称自己也前进的 虔诚的 却只是信任归向他个人的话 嗯 很明显的这个分数里一个界限 他的工作就可能 不是出于神的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警醒 是 求神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嗯 那 神呢 爱我们 给我们自由 当然 可是我们人有了自由以后 就滥用自由 不归向神 而偏偏呢 去偏向撒旦 嗯 并且呢 还就相信撒旦的谎言 拒绝真理 这样一来呢 最后一定会尝到自己犯罪 所带来的恶果 弟兄姊妹 咱们要警觉这点 因为幕后呢 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要叫咱们认识 谁是咱们的主 嗯 啊 我们不知道 谁是敌基督 嗯 如果我们要估计 谁是敌基督 或者是根据 这样的假设 来推测 基督再来的日期呢 那么我们就上当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危险的 因为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嘛 对主自己说过的 主什么时候再来 只有天父知道 嗯 而天父的事情呢 我们无权干涉 嗯 啊 我们也看看使徒保罗 提到敌基督 哈 并不是说 我们想办法去怎么样的 把他认出来 对 而是我们应该过一个 警醒的生活 对 不要让任何的事情啊 物件破坏 我们对神的信仰 这是最根本的 弟兄姊妹 嗯 所以讲来讲迹 咱们对神 讲的是信心 嗯 不要求眼看去辨别 因为有时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也没有那个智慧 当然 不够聪明 对 我们不用害怕 前面有什么事情 就会发生 嗯 因为我们的神 终究是掌管万事万物的神 是的 已经胜过敌基督 是 所以当咱们的主再来的时候 那就是敌基督 彻底失败的时候 要完全的被困住 要失败 要灭亡了 好了 话题呢 就说到这儿 其实这个话题呢 会让我们非常的兴奋 因为等候主耶稣再来嘛 对 嗯 不过先打住 听众朋友 弟兄姊妹 我们一块来听听 今天的小环节 圣经词语解释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祭司选了出来 但这祭司做什么工作 有没有规定呢 有 祭司呢 他的职份不像先知那样 先知是神特别呼召的 而祭司呢 是根据祭司的足系传递下来 就好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 是世系的 是一代传一代的 第一批祭司是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 拿达 亚比户 以利亚萨 何以他吗 在立位纪的二十一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神透过一些律法 来保持祭司职份的圣洁 一个祭司 一定要是亚伦的后裔 还有就是 不可以去离过婚的 或者是当过妓女的女子 做妻子 但是就算是亚伦的后裔 如果这个人感染了某些疾病 或者有先天的缺陷 像瞎了眼睛 缺了腿 断手断脚 驼背 或者是搓个儿的 都不能担当祭司的职务 那么这个原则呢 就跟以色列人献祭的祭生很类似 没有残疾的牲口 可以当祭生 没有残疾的亚伦的后裔 才可以当祭司 那么祭司的工作 是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 或者是民书记里面 以及生命记里面 有关于祭司的律例经文 现在我给你读一读 请你记下来 祭司律例的经文 出埃及记28章29章 立委记第8章第9章 民书记18章 神明记18章1到8节 请你回去好好读这些经文 就知道祭司工作的内容和规定了 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 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 好了 非常谢谢宋大哥给我们分享的圣经词语解释 让我们更加清楚知道 圣经里面的词语是什么意思 那么看神的话语就容易得多了 好 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呢 还剩下一点 我们再来提提 刚才讲的关于这个敌基督的话题 是的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 会把敌基督的 抛在这个无底坑里面 让他永远的灭亡 不过他还没有被抛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警醒 对 当主再来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敌基督呢 神灭亡的时刻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用眼睛看问题 那是用我们信心 求神帮助我们建立信心 不断的领归主 因为最后的时候 得赏赐的还是咱们 我们一定要先做好准备 尽量的把神的福音 好消息 得救的这个道理传给人 叫我们身边的人 都能够得到神所赐的福气 好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 你刚才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 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 如果你对信仰百宝箱 有什么感受 意见或建议 欢迎你写信 到我们电台的信箱 或者在网上留言 我们会尽快恢复你的 弟兄姊妹 信仰人生 需要学习的功课 多不胜数 别担心 也别瞎忙 希望你好好的使用这个百宝箱 让天父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 有更深的追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